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实在抱不动了 让我歇会儿呈口气 你怎么说放就给放定 一出多少个人不能直接放定 该放下 得有恭敬心 坚持坚持啊 去完前面那佛机店咱就回家 这好好一周末跟你冬顶西跑的 你还买这么多彩色石头 这什么好恭敬的 还厚老沉的 还不让往地上放 这些宝石是我够慢扎用的 让你抱着还不是让你积累点福报吗 积累福报 这天天说积累福报 你福报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见 你至少得等我把家庭修完了的呀 这都几年了 自从你修了家庭 我没过过一天正常日子 你别以为我不懂 人家网上都说了 家庭这东西啊 佛经里就没写 这不是佛说的 嘿 你可不能瞎说呀 不信你网上查查去 网上那些东西乱七八糟的能信吗 反正我看你修佛修的呀 啥都不是 除了跟我话越来越少 手都不让拉一下 还有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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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回家 别在这儿丢人了 你这些问题 听听上师的课就全明白了 嘿 总算能回家咯 刚才这个情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其实很多人都像这个情景区里面的丈夫一样 他们呢 听说了家庭 但是呢 觉得家庭不是佛说的 觉得修了没什么用 但是呢 这个很多修行的师兄 自己也说不清楚 所以我就想带大家请教一下您 这个家庭在佛经里面有没有出处 它的来源是什么 另外这个家庭它都是哪些内容 它的目的是怎么样 家庭就是潜心 那潜心就是说 你修任何一个法的真心 真实的主题之前的一些修法 叫做家庭的修法 那么比如说家庭粉丝 家庭和吴家庭啊 那佛经里面呢 可能不会有这个家庭这两个字 然后也不一定说这个四家庭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四家庭的内容啊 全部都是佛经里面的 这个佛经里面到处都有 比如说这个 首先第一个四家庭的人身难得 那人身难得就是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这所有佛教里面都有的 人身难得 还有就比如说十个圆满啊 八个仙下啊 尤其是这个八个仙下呢 很多佛经里面都讲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三十五佛忏悔文 里面也是这个忏悔的时候呢 就是要忏悔下一世 或者以后就得不到下满的这些罪过 这个里面都讲 所以很多的佛经里面都有些人身难得 等这个八个仙下啊 十个圆满啊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无常啊 那无常呢 在这佛经里面到处都是 然后呢 这个是大家也就觉得 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学贤宗的 学密宗的 大家都应该是比较清楚 因为这佛经里面讲的太多了 第三不就是轮回的痛苦吗 那轮回痛苦到处的 佛经里面都讲 就是要去思考轮回的痛苦 大乘佛教啊 尤其是小乘佛教里面讲的非常的多 然后密法里面呢 也有 然后就是因果了 那去思考这个因果啊 山有三宝 恶有我吧 那这个是佛教的最最最最基本的佛教的思想 然后呢 这个在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然后密宗啊 任何一个佛经里面都有的 所以这个他们他们的意思可能是 佛经里面呢 他们可能是没有看到四价性这样子的字 可能并不是说没有看到这个人生难得啊 死亡无常啊 然后就是这个因果不虚啊 还有轮回的痛苦啊 如果这些说是在佛经里面没看到的话 那就这个可能是他没有去看佛经 佛经里面到处都是这些 然后这个 比如说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他们都 修行的时候啊 就是从 四年初 开始 然后四年初里面的内容的基本上都是这个 跟四价性啊 四年初里面的都是 大部分都是跟四价性有关的修法 所以这些内容是佛经里面都到处都有 但是佛经里面平时就是不会说四价性啊 比如说四个 然后呢 加心啊 或者是前心 这样子的次 可能是不会用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您刚才讲的是这个四价性啊 实际上佛经里不一定有四价性这样的名字 但是有其中的内容 那个五价性呢 比如说里面像曼扎什么的 这个佛经里面也有吗 这个当然有了 佛经里面比如说 皈依 那就是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密宗 的最最最核心 最基本的这个修法 或者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第二就是菩提心啊 那菩提心虽然是小乘佛教里面不讲 但是呢 大乘佛教的先宗 还有这个密宗啊 那里面呢 就是到处都讲 尤其是 这个 它是大乘佛教的精华 或者大乘佛教的基础 所以就 没有一个大乘佛教 不管是贤宗和密宗啊 不强调这个菩提心的 那这个有 然后后面的几个比如说 那里的修法 跟这个密宗里面的 就比如说 密宗里面有 有观像啊 还有就是这个 念周的一些不一样的方法啊 那这些是密宗里面才有的 密宗也是佛说的 所以呢 密宗里面呢 到处都有这些修法 尤其是金刚萨佛修法 这个特别的多 所以这个是 也是密法里面有的 然后 曼扎拉的这个修法呢 也是 主要是密宗里面 这个有曼扎拉的修法 然后七支公 曼扎拉的一个修法里面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七支公啊 那七支公呢 整个大乘佛教里面 都讲这个七支公 就最后一个就是上世瑜伽 那上世瑜伽呢 比如说佛经的 显宗的佛经里面 平时就是 祈祷佛菩萨 这样子的方法和修法是有的 但是呢 就是我们五家心里面 看到的这种 这种上世瑜伽的修法呢 它是属于这个密法里面的 上世瑜伽的修法 所以密法里面呢 到处都是 都有这种上世瑜伽的修法 非常的多 而且特别强调 所以这些的内容 都是显宗密宗里面都有的 尤其是前面的 皈依和法心呢 显宗里面也讲的特别的多 但是这些都是 不会说是五家心啊 比如说五个疏子 还有就是假心啊 它不一定是 用这样子的词 比如说显宗的这些 伦啊这个经典啊 经典佛所的这些经典 还有就是密法的 一些佛所的经典 因为这些都是佛教的一些书语的问题 书语呢 都是后来就很多很多的书语 都是后来 就是因为这个佛教的这个修法呀 还有就是一些 派呀 这些宗派呀 那么这些自己啊 里面就是有很多的 自己的修法的这些书语啊 这不一定是都是在那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这些 这些我们用的这些书语呢 大部分都是后来的 像龙鼠菩萨呀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这些佛教的这些成就者们 还有密宗里面的很多成就者们啊 然后呢 他们就是 就是来自于他们这些书语啊 不一定都是来自于佛 但是这些内容都是在佛经 从佛经里面来的 所以呢 无价心也是一样 这无价心啊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名词呢 可能是这个佛经里面呢 比较少 或者密宗里面也有可能有 但是呢 显宗里面一般不会这么说 但是这些内容是 显密里面都有的 所以我理解就是说 这些内容是佛经里面的内容 然后由后面修行的 这样一些成就者 他们总结出来了 变成了一个修行的方法 有体系的修行的方法 给到再后面的一些修行人 去学习 是是是 比如说 比如说像禅宗啊 净土宗啊 那这些这样子的名词 在佛经里面也不会出现的 因为佛经里面没有这样子的宗的这种说法 所以禅宗就后来的这些禅师们 禅宗的打德们 就创立了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牌 以后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牌的相应的这个名称 然后呢 净土也是一样 净土的这些内容是佛经里面都有的 但是净土宗 你比如说在佛经里面去找这个佛所的这个经典当中啊 你要去找这些名词 比如说天台宗啊 等等等等 这些宗啊 你要去找的话 可能很多都是找不到的 因为这些都是后来就逐步逐步就会产生了很多的这些名词 那么修佳行对于这个修行人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修佳行就是对修行人的这个最重要的是 他的所有修行的基础啊 就是基础 所以如果是他的名字也就来自于这个 比如说他为什么是佳行啊 佳行的意思就是前行个佳行一个意思 那前行的话呢 你比如说以后你比如说修贤宗的如我空心啊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密宗里面讲的这些空心 那那么这些部分呢 在佛教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都叫做正行啊 正行 那么正行当你还没有修这个正行之前啊 那么前面啊 就是有一个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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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这个必须要修的一些法 那这个叫做前行 那所以这些都是基础对一个修行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话 比如说这东西不修的话呢 那那这后面的很多比如说你如果不修四家心啊 那就没有出离心了 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 那他的这个 后果是什么样子呢 你比如说做任何一个善啊 包括这个文思修啊 念佛呀 还有就是做任何一个法 只要没有了这个处理心的话 那他这些这些福宝都变成了这个人天福宝了 人天福宝 那人天福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夏仪师他的这些国宝啊 全部都变成你夏仪师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啊 比如说要不就是人啊 要不就是天啊 天人和人天人当中投生 然后呢 就是会拥有一些人和天人的监控啊 心服呀 那就是这样 但是就是永远都没办法解脱啊 他没有办法了头省事啊 所以必须要有出离心啊 因为出离心特别的关键 比如说啊 简单的就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收一条戒啊 那个碧秋戒或者是出家戒或者在家戒 任何一个戒都一样 如果他没有那种出离心的话 出离心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收戒 那么这些戒啊 都不能成为这个 别戒脱戒啊 佛经里面讲别戒脱戒 别戒脱戒是什么意思呢 别戒脱戒就是比如说谁守了这个戒啊 谁自己就会会解脱的 所以就别戒脱戒 那么这个别戒脱戒的前提的条件呢 也是出离心啊 如果你没有出离心的话 那这种戒律 外道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戒律 比如说不杀 不倒 不因 那这些佛教教的这些戒律啊 印度的很多宗教里面都有的 很早以前就有的 所以他们的这些 就外道的这些戒 它也可以 可以让你下以识 偷到人间啊 偷到天界啊 然后就是可以 可以享受这个人天的福报啊 这个外道的这些戒 也是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呢 那就是那就是这些都变成人天福报 你做任何事案事都变成这个人天福报 那么出离心从哪里来呢 那出离心就是 就就就就修这个四加心 以后才有出离心 那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学佛的人 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也并不是说 他想解脱而归于佛门啊 他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归于佛门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学了加心这样子以后呢 他当初的这个想法 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后来就是他就觉得 我原来的这种学佛的这种初衷 可能有一些问题啊 正确的学佛应该不是这样子 他自己明白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他就找到了这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出离心怎么重要 但是出离心就是来自于这个四加心啊 四加心的核心的这个目标 就是就让大家修出离心 然后再下面了以后呢 那就无家性了 无家性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第一个皈依 皈依多重要 如果没有正确的皈依的话 那就是连佛教徒都算不上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已经皈依佛门 但是我们确实是不一定了解了皈依啊 不一定真正有这个皈依的这个结 所以这些都要去修的 修之前呢要去学习 学完了以后呢再去修 皈依就是入门特别重要 如果是没有皈依的话呢 那就是还没有皈依的情况下啊 比如说他就做一些善事 那这些是不是善事呢 都是善事 但是这些善事呢 谁都可以去做啊 不仅仅是佛教啊 谁啊 比如说基督教啊 还有其他的宗教啊 他们也做很多善事啊 基督教比如说 他们做很多慈善呢 这也是善事 这个慈善呢 他下意识呢 也可以让人可以透神到人间啊 天人啊 这都是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就是根本还算不上这个一个佛教徒 没有皈依特别重要 那么皈依从哪里来呢 那就是五家心里面的这个修法和皈依的学习 然后第二个就五家心里第二个 这是法 菩提心啊 那这个是太太太重要了 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 那就是你做任何的法 那么都不是达成佛教的法呀 都不是达成佛教 有可能跟达成佛教一点都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 比如说北传佛教 藏传也好 汉传也好 这都是达成佛教 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学达成佛教的 我们是达成佛教徒 但实际上我们学的这些经典呢 都是达成佛教的经典 但是呢 你自己人是不是达成佛教徒呢 那就不一定了 那用什么东西来判断呢 就是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 那就根本就不是达成佛教 所以菩提心从哪里来呢 那菩提心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修法呀 没有这样子的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修法的话呢 你连菩提心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 所以就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具体的修法 然后后面的就是金刚撒动修法 就是忏悔追过 非常有效的 然后呢 曼扎拉呢 就是积累福报 积累福报的方法很多 但是曼扎拉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然后再后面的这个上师瑜伽呢 因为要证悟要开悟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要得到这个上师的加持 然后这个上师的重要性呢 在宪宗密宗大乘佛教里面都有讲 小乘佛教也很强调这个 所以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修法 都是跟这些基础的这些 这些像处理性啊 菩提心啊 归义啊 跟他们有关系 比如说禅悔啊 还有积累福报啊 那么这些都是用来干什么呢 这都是用来最后就是 让我们证悟 最后就是要证悟 那证悟就需要这些条件 需要这些基础 如果没有任何这样子的基础啊 那么去修 直接去修这个 密宗的这些空心的法 像大远满 还有就是像 像这个禅宗这样子的法 那就是只有这些根基特别好的人呢 那可能就是他本来 虽然是没有这个方法 就没有用这种方法去修 但是他本身就有处理性 有菩提心 那这个基础上 他比如说像六祖慧能这样子的 他有可能就没有修这些 但是他也本身就有 所以就证悟了 但是我们普通的人呢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 那普通人的话呢 他必须要有这些基础修法 有了这些基础修法以后呢 他才有可能证悟 证悟了以后呢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端处烦恼 聊头生死 所以假行就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说特别重要 看不您刚才讲的时候有一个疑问 按理来讲呢 应该是这个人先皈依成为佛教徒之后 在修行四家行五家行 但是五家行的第一个呢 他又修行皈依 那这两个皈依有什么区别呢 五家行里面修的皈依 第一个是大乘佛教的皈依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 你比如说还没有修这些法 之前就有可能皈依了 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皈依呢 一些是心事上就是皈依了 但是也不一定真正的 就是有这样子的非常简定的 皈依三宝的心 也不一定 即便是有的话呢 那还需要这个 还需要皈依 还需要皈依 所以这个是那个 因为他很多事情 那个时候还没有想明白 很多道理也不明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皈依了 但是这个皈依的心 也不一定很坚定 所以还是要修皈依 谢谢 这都 Nabion 疆了 wszyst Tight 靄 这万 小 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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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